家务不说 就是我的事 他也不放心上 就是那年我爸去世嘛 我们那边老家的习宿 作为旅婿 他必须得去 但是他就没有去 惹得我们那边人 说我闲话 我当时特别特别生气 这个不应该啊 当时吧 我在上班 老丈人去世这个事情 确实特别突然 他们也是走得特别着急 就没有给我通知 我是晚上下班 回到家之后 我听我妈说 岳父去世了 那你就可以问呀 你可以就是坐车过来呀 不是 为什么没在第一时间 通知自己的老公吗 当时我爸也走得急 特别心情也特别背痛的那种 也没跟他说 但是那会儿 我们婆婆也知道呀 所以现在我要问您的是 让老公去 是去抚慰帮助你 还是去给你撑面子去了 可以说继帮助 你不需要他帮助啊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他呀 当时我直接 听到那个消息之后 我们不是在宁下的吗 然后我爸在甘肃那会去世嘛 当时老子就是这片空辈 特别特别伤心 那我们婆婆也知道 他也可以问一下 可以让他过来呀 他就是没过来 行 第一时间没通知你 后来为什么不去呢 回家不也知道了吗 那个地方我只去过一次 到那找车 这个也是不太知道 都忘记了 那他这就是借口 他就没把我的事 倒放在心上 那您没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记不住呀 给他打电话问一下 可能没去一站都要去再打电话去问 不是 那您没在地图上搜一下吗 这不都行吗 现在智能这么发达了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的不对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害怕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可能我心里没底 是吧 是这意思吧 行 听明白了 但是对您来说就是 你看我们家出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关注我 是这意思吧 对 心里很难受 行 咱们放在这 一会儿老师帮你们分析 还有别的吗 还有据说 你看我们每年过节回老家 家里那个客人 他都不知道打上招呼 他就在那抱着手机玩 一家之主就没得点 一家之主的样子 推翻了他 你做 但是他是男人呀 没关系 搞得就是 当时我就特别特别 没面子之后 然后我们亲戚人 就是就带着我们侄女 侄子带着过来 玩儿带过来之后 你要不就是 你不跟他们聊天 你就带孩子出去玩吧 把孩子看好就行了 结果呢 我们大人就是在家里 聊完天之后 出去看的时候 孩子也不见了 跑到外面走了 看孩子还能看丢了 疏忽了 他当时就玩手机 他就是玩手机 男人都爱好玩手机 谁告诉你 男人都爱好玩个手机的 不是 那是男孩 兄弟 他玩手机 就竟然孩子丢了 然后就是闹得 他的亲戚跟前 就是印象特别不好 就后来找回来了吗 孩子是找回来了 但你说大过年的 出个啥差错 谁也负责呀 是是是是 你老公应该是 特老实的一个人吧 老实的不说话 他在单位里面 用一个社会词来说 混得怎么样 混得很是办法 可是这么说吧 他也没有上进心那种 这家 他驾校工资也不高 你还在那儿 坚持啥去呢 对对对 那不就混日子了吧 主要是那边 我都干了十多年了 在那一个驾校 行 所以与积恋之情 还是有一点 行 那你对未来有打算吗 虽然跟那个驾校 很有感情 我就想再坚持几个月 看他如果好转了的话 我们就再 如果不好转了 如果不好转了 我们再找着换一换一换 你估计得 现在就得换了 这个妻子抱点是对的 考虑的不周 还有别的吗 还有孩子的生活 还有学习 都是我来管 有一次晚上 我实际是太累了 我说是孩子的作业 你给辅导一下 他结果了 坐在旁边 他对着耳机 打游戏 孩子也在旁边 看他打游戏了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玩了行不 他说嗯嗯 好 打你的好的课 完了之后 他竟然还进来玩 我当时特别特别欺负 我直接冲着过去 把手机给砸了 腿了 我就是你没有一点 和我父亲的样子 是你干的不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不对你 这就算了 我们还是最主要的矛盾 其实就是房子的事 房子怎么了 当时结婚的时候 就我们现在住的那房子 说是他的红房 我们结完婚之后 那房子竟然在他大姐的名下 就是他姐的 我觉得他就是 他们就欺骗我了 哦 这个房子呢 是我父母 就是买来给我做红房用的 啊 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是要单位出一个证明 我当时就没有单位嘛 啊 所以就用我大姐的名义 去买这个房子 啊 但是你说是 是他的红房之后 我就说是 我就跟我们婆婆说了 哦 我说既然是我们的红房 为啥就说是 不过后的他名下了 我就问了多少回啊 结果婆婆呢 就说是哦 你就先等等 先等等 有一次哦 实际等不住了 我让我们婆婆 把我们大姐也叫到我们家了 我就说是这房子的事 我们大姐就给我明确说了 要么你再等等 要么等孩子过到18岁之后 过后的孩子名下 我当时听完 我就心里面 这委屈又生气 行 我说你们家人 就是不相信我 就是防着我 好 我问你一下啊 就此您有没有什么难言之隐 难言之隐倒是没有 主要就是 这个房子 跟家里这边 还是缺少了沟通了 为什么 你的大姐说 这个房子要等到孩子 18岁之后再过户过来呢 这个考虑可能是 也有她的一些原因 她的考虑是 她就是不相信我 主要还是我们缺少了沟通 跟我们大姐缺少了沟通 不着急 不着急啊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对于你老公的一些 过往的背景你了解吗 也不是太了解 因为我是甘肃人 到宁夏的最后上班 我们亲戚介绍认识的 那你嫁给他之前 了解这个男人过去的历史呢 好 我们亲戚赛言良语也说了 他是结果几次婚 良人好待了没多一年左右吧 我也不是太了解对他 好 就你曾经有过一段婚事 对 他是结婚没几天之后 就不见了嘛 等了三年以后 法院才判他 结婚的时候 有给对方彩礼吗 给了 就待了几天就走了 是吧 对 我们面前看到这个男人 你承认他老实八交吧 承认 不是说表面上面是这样 这个窝窝囊囊 但是心里面都是坏水吧 不是 这是他的本性 就是你说的 他的本性很老实 对吧 对 妻子最在意的实际 是这套房子 到底归属于谁 对吧 对 因为从法律上面来说 虽然是父母出的钱 但是写在了 大姑姐的名下 这个房子在法律上 就是你姐姐的 对吧 你肯定是担心 别到时候 哪天姐姐不愿意了 我们居屋定所 对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大姐 为什么说了一句话说 要等到他们的孩子 18岁 才把这个房子过户呢 也就是说 你们家人对你的 第一段婚姻 实际是担了心了 对吧 对 害怕第二次 竹篮打水一场空 是这意思吧 可能也应该有这个考验 有 你也没跟他们聊过 是吧 所以我就说 缺少沟通了 对 你就过你自己的小日子 但是这个已经成为 他们家的主体矛盾了 由此就导致出了 妻子现在对丈夫也好 对婆婆也好 一系列的不满 觉得生活很累 是这意思吧 对 好了 那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和怎么办 我们看看老师们 有什么好的建议 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你说你想做小女人是吗 有些女人注定 这辈子是做不了小女人 因为她生来强势 她没有做小女人的资质 不是说你找不到一个 比自己更强的男人 而是你生来强势 所以你就要知道 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 我也从来都不相信 有什么老实的男人 他真老实吗 他偷奸夺懒哪样不会 现在老实是因为无能 尺有所长 寸有所短 在婚姻当中 每个人都应该自知 并且知人 自知所指的是要有自尊 没有能力 我得努力 同时得知道自己的能力 到底强不强 不强就认怂 别人强就听别人的 第三还要支持 要知道羞耻 要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做的不对 是应该愧疚的 比如说对方的父亲走了 你没去 你就应该知羞耻 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就不要去找理由 所以当你对自己非常清楚 我不行我就努力 别人对我就听话 别人做的好 对我好我就感恩 那么第二点 知人就是要知道好歹 人这一辈子 也许最愚蠢的 就是活了一辈子 不知道谁爱自己 自己爱谁 分不清楚朋友和敌人 不知道好赖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对你好 就是忍一点 就受一点脾气 就多说点好话 谁让自己无能呢 谁让自己没用呢 对不对 我不行我嘴就甜一点 人都是要平衡的 别人做的多 我就讨她一点欢心 对不对 我即便是不会做家 我装模做样 我让她心里舒服一点 你也是一样 知道自己强势 就别妄想做什么小女 同时知道自己脾气不好 知道别人相对本分 就不要老去欺负别人 同时你也要分得心好歹 这个男人固然有他 显而易见的缺点 但也有难能可贵的优点 该夸夸 该说说 自知和知人 是平衡自己内心的 最好的两种方式 好不好 别的就不多说了 不要怨天尤人 在有限的情况之下 利用他的优点 扬长而必短 谢谢 好 谢谢陀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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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